双重曝光效果 简单 居然还有小伙伴在问我双重曝光效果怎么做 那么好 今天再给大家演示一遍 其实真的特别简单 首先请问到我们的交易素材 你需要准备一张人物的图片 准备一张你需要的风景的照片 好 首先我们选择人物的图片 我们用快速选择工具选择主体 将我们的人物主体大致的选择出来 好 选择出来之后 我们进入到选择冰州柱 去处理一下人物的发丝 用第二个调整边缘画笔 好 大概这样 输出这边勾选进化营丝丝 并且输出到新建图层 我们要让人物成为一个单独的图层 对不对 好 点击确定 好 这时候人物单独层就显示出来了 然后我们显示背景图层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渐变的背景 选择一个你喜欢的渐变 给它拉出一个渐变的背景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风景的图片放在人物图层之上 卡住加T 让它可以完全覆盖住我们的人物的图片 然后呢 按住ALT键 奥特键 放在风景图片和人物图片中间 向下创进几天蒙版 那这时候 我们的风景招就进来了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位置不满意 可以直接来拖动它 移动到一个你满意的地方 好 这时候把风景图片的不透明度给它降低 降低到一个半透明的状态 你自己比较理想的满意的状态 好 这时候人物的面部的这个位置明显被侵占了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风格 那你就忽略下一步的操作 如果不喜欢呢 直接给素材图层添加一个蒙版 选择画笔工具 前景色 黑色啊 不透明度适当的降低一点 把面部的这个位置适当的给它还原一下 一个双重曝光的效果就制作完成了 你还想学什么内容 记得在评论里告诉我 搞定了 你学会了吗